主持人也講了 入圍就是肯定 因為公事 政府捐贈才幾個錢 所以 所以我們入圍的數量有限 但是只要入圍就是肯定 一定的 因為過去幾年有個擔任評審 發現一年比一年難 因為要怎麼割捨 越來越困難 今年更難 所以今年所有入圍的 不論是A組的啦 B組的啦 都是極大的肯定 就讓我來 老師在猜信封了 今年短片報導組第一個得獎的是 故意弄得那麼難猜齁 至少有一點氣氛 短片報導組得獎的是 蝴蝶效應周子欣 恭喜 哇 周子欣恭喜你 趕快上台我們今年最年輕的參賽者 國中生而已喔 好 恭喜子欣 我們也請子欣發表一下得獎感言 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不知道我要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我根本不可能得獎 因為我剛剛看錄尾一面覺得我完蛋了 因為大家都好強喔 然後自己相機的畫質又很差 然後我覺得 評審是不是因為我年紀小 所以要 就是鼓勵我一下 無論是不是我都覺得很高興 然後我覺得我拍的片子真的沒有很好 我覺得大家都比我還要棒 我現在覺得很高興 然後有點想哭 然後謝謝導演 而且是李慧仁導演 我真的很謝謝你 對 好 謝謝